积极镇垃圾掩埋场从过去受到民众反弹 问题延烧至今 于日前在积极镇公所举办垃圾卫生掩埋场的说明会 镇公所与当地居民依旧僵持不下 民众争议掩埋场的重新启用 会让不孝人士倾倒有毒废弃物 新议员陈昭玉从活动开始到结束 对这项议题特别为民众发声 并要求镇公所签下窃结书 不再重新启用掩埋场